穿短裤一身休闲打扮 男子才刚从租屋处走出来 好几名刑警立刻上前打人 叫你不要到没有听到是不是 贴心撞收的男子被刑警压制在地 一时惊慌失措 拖鞋还滚到一旁 嫌犯被警方带回租屋处 撬开保险箱 满满的钱元钞 全是他抢来的名表 销赃后得到的现金 他是领性嫌犯 涉嫌多起跨国抢案 终于落网 代夫眼镜走韩系路线的灵性嫌犯 今年30岁台中人 在IG上自称是台韩混血 4月开始他到大陆 香港东南亚和东亚等各国行抢 超过4起 被害金额1165万元 包含劳力士葛林威制款 价格从30万到100多万 以及Daytona三环 两只加起来港币99万 但警方抓到人时 两只表已经被嫌犯嚣张 警方在嫌犯租屋处查获现金270多万 和五只名表 平常他开BMW跑车代步 藏身台中市区的学生后房内 连续犯下多起跨国抢案的男子 如今终于被带 检警还要再追 是否有更多国家受害 记者陈诗员 王百英 S1小组 台中采访报导